随于NVIDIA的首发期间 RTX3080一惊吻事就被玩家们疯狂追捧 可谁知道隔壁苏妈却不讲武德 啪的一下 很快啊 就掏出了RX6800XT和RX6900XT两张王牌 这可把老黄吓得不轻 然而皮衣刀客的名号也不是白叫的 虽然27B的3080已经被取消了 但现在又有了RTX3080Ti的消息 具体情况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自从苏妈公布了RX6000系列显卡 和锐龙5000系列CPU之后 要说现在谁最慌 老黄肯定是首当其冲 根据此前的消息可以得知 NVIDIA已经紧急调整了产品线规划 RTX308020GB版本 RTX307016GB版本 均已经被临时取消 而原本定于10月中型推出的RTX3060Ti 也被推迟到了12月份发售 至于RTX3060和RTX3050Ti 现在并没有尘埃落定 但这些产品仍然没有商机AMD一丝一毫 所以RTX3080Ti才在灵威寿命杀得出来 一方面肯定是用于对抗苏妈的RX6800XT 另一方面当然也是用来填补RTX3090和RTX3080之间的巨大空缺 具体来看 据推特用户KIMI爆料 RTX3080Ti的核心规格与RTX3090保持一致 研究日拥有10496个CODA核心 82个计算单元 但会之一采用三星8nm工艺的GA1022250核心打造 搭载未宽为384bit的GDDR6X20GB显存 在功耗方面和320W的RTX3080保持相同 这就意味着RTX3080Ti的能耗比应该会更加出色 这些规格参数也透露着RTX3080Ti这款产品 其游戏性能应该与RTX3090差距不大 如果要估计以下的话 应该会比RTX3080强个10%左右 毕竟RTX3090也只比RTX3080强15%到20% 当然在其他方面肯定会被阉割一部分 比如对部分专业用户来说 RTX3080Ti依旧不支持NVLink 另外从目前的NVIDIA相关显卡爆料信息来看 RTX3080和RTX3090之间 除了可以插入RTX3080Ti之外 再插入一个RTX3080Super问题也不大 那么在RTX3070和3080之间 也同样可以按照这个套路 除此之外需要留意的是 如果RTX3080Ti的价格并不让人讨喜的话 也就是仅比RTX3090T 却比RTX6900XT要高 那么完全的购买欲也不会很强的 如果老黄意识到目前形势非常严峻的话 也可能会把价格定在RTX6900XT和RTX6800XT之间 也就是6500元左右 那么NVIDIA还是有翻身机会的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就对10月18日AMD的RTX6800系的显卡发售 还不到10天的时间 但据华硕北欧代表David称 AMD新卡的库存也非常有限 说了RTX6800XTY RTX6800的供应相对要好一些 尽管SOMA已经做了限购计划 但应该也会在几分钟之内销售一空 那么在国内估计也将和RTX3080一样 仍然是一片难求 所以说各位玩家们 还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等等党吧 因为等等党永不为奴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应接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冠军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